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李永浩的这个2023新版本的麻雀的solo 我觉得这样一个solo 如果大家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看待它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solo 这个solo不长了 但是里面其实满满的都是 李永浩最常用的那些乐剧 包括里面的五声音阶 以及十六分音符及六零音的转换 都是李永浩的solo里比较常见的技巧 希望本期节目的教学和示范 能够帮助到大家 首先先说一下音色 李永浩的音色其实它并没有非常的特别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modern high game 就是现代型的高增益音色 我觉得原则上用任何一个 只要是增益度足够的单块 或者是综合效果器 肯定都是能够模仿的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追求一模一样的音色 因为李永浩它更突出的是 它的这些技巧的运用 而它并没有过分的去追求一个独一无二的音色 所以我们也不必太过一较真 那同时在使用一支琴桥是带有双线圈式音线的琴 那这个音色就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今天也是随手用了一组我比较熟悉的设备 音箱用的是Supro的Ride Air作为轻音平台 试针员用的是我的联名款猛男试针 然后用的是我自己的联名款的猛男试针单块 为了让solo的音色更靠前更突出 增益度更大 我这里把猛男试针上的推子模块也打开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所使用到的原始的试针音色 在后期呢我还加了一些延迟和混响 那接下来就开始今天正式的演奏的示范和教训了 首先这个solo起于第三拍的后半拍 一二三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安排一下播片的顺序 我觉得这个部分播片的顺序其实倒不太重要 但是到了后面就很重要 那我这里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慢速的参考吧 那因为是起于弱拍 所以我播片的方向我就建议大家还是先从上播开始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 那这个是要弹出双音的感觉 还是尽可能的要弹干净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因为是比较快的 所以呢都可以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比如说这样子我把它处理的干净一些 当然我也可以不去在意这个同时两根弦发生的情况 弹得稍微脏一点 只要弹快的那些双音呢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在弹完了这小段之后 这里有两个连续的推弦 那这两个推弦都在重拍上 所以呢并不算太难 关键是后面这一个 由于这整个乐剧呢 我们用的是交替播弦的方式去弹的 而且又有三套四 然后又跨弦比较多 所以其实非常的容易谈乱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无论你前面拨片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但是到了这个推弦的起始音 拨片就应该是向下的 那这样子呢 接下来的这些乐剧 我觉得处理起来就会更顺手一些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我这个三套四的演奏啊 因为它是三嘛 基数的 所以每一次 我拨片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次我是拨片向下的 那下一次我的拨片就是向上的了 那这个的确是难点的 因为有力乱 那么经过了这四次的三套四的演奏之后 我们的拨片方向就回到了 向下的位置了 这样子呢 在这个 在这个二套四的跨弦的演奏当中 我就可以一直保持热 在我的两根弦之间啊 这样子的处理呢 就我的大脑呢 就比较能接受一点 但如果我这里搞反了 如果我是上波起步 那我接下来跨弦的时候都是在两根弦的外侧去弹的 然后最后的这个重音啊 还是落在了这个上波上啊 就会很不习惯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建议大家 就一定要保证 你弹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拨片是往下的 接下来的这个模进呢 就会显得更轻松一些 而要保证这里呢 你这拨片朝下的 那前面这里 大家就要注意啊 我弹这个第一个推弦的时候 拨片也是朝下的 那这个时候顺着过来的话 到这里拨片也是朝下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小节 那这个小节主要是看感觉了 然后这个小节呢 也是比较多的切分音 那这里呢 最好呢大家能够挂上点翻音 因为原版李永浩弹的时候 就是带点翻音的 那弹到这里的时候 李永浩直接就放手了 来做一个爽酷的动作 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这正好就是空弦音嘛 那我把前面的联弦一起弹一下 好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难点了 那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 先是常规的16分音符 然后接下来就加速到了60音 同样这个也是一个弱起的小节 从闷音开始 然后到了第七小节就开始加速成了60音 那这个呢大家要多听圆曲 找对感觉 感觉对了啊 才能够弹出那个效果出来 因为60音也是基数的 所以拨片的方向呢 也要事先的设计 可能才会没那么容易脑乱 首先是两个门音 上下拨就行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带有滑音的 那这里啊 这也是我这里呢 就是趁滑音的时候改变了拨片的方向 我在这个12品这里呢 就把它处理成了拨片向上 然后接下来的我的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顺利的就能够上下拨去弹下来 同时在进行这个推弦音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左手的手指呢 从本来的 我本来左手手指 应该是五名指在14品这里的 但这个时候在推弦前 我会把它转移到我的中指的去推 主要是为了接下来的乐句呢 我能够弹得更顺 因为这里已经超过12品了 所以位置是比较窄的 我更愿意用这三根手指去进行演奏 而尽量的少使用这个小拇指去弹 当然也可以弹的 只是觉得有点挤 有点难受 所以为了能够手指张开一些 我就只用这三根手指了 我把整个连起来 以慢速再给它演示一下 一 二 三 那这里呢 我刚才也已经弹了 最后这里呢 是两个比较充满激情的推弦 那这里呢 我们不是推上去就完了 实际上我们推到顶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 你看我的手抖着 啊 那这个呢 建议о大家去听原曲来找感觉就可以了 啊 啊